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 可能要牢牢一身 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 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 出现违标或者二次违标的个案 这些个案里面 小业主导致到管理公司 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 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 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 看解围,我们帮努力 今晚节目来到最后一节了 我们来讲讲台湾的 因为早两天前台湾又失去了邦交国 根据你两位分析 这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损失 反正也是已经预计了 而且这些邦交国和台湾的经贸关系 其实是很小的 台湾的生存就依赖美国 我们香港人,一般香港人对台湾的了解 其实是不多的 不是很关心台湾的东西 你说我以前做过节目 我跟那些嘉宾说 他说你讲台湾人物 你讲几个大粒就可以了 小粒那些是其他方法表现 因为香港人都不懂 都不知道谁打谁 你几个大粒就去到陈谷好了 肥婆陈谷好了,接着那些 陈谷我想也没什么香港人籍 不,尺寸也够厉害 给了一张照片 说名应该认不错 因为有些不是很熟悉的 但是看回大数据年代 今晚我们邀请了一个叶角豪博士 在中大的社会科学院是港师 另外是财经界人士 还有你有个专业叫华丽 华丽后台 华丽后台 找到我的中文名 对了,华丽后台里面有很多正料 大家有机会就上去 来,李星阳那里看看 我们对台湾有些数字 第一,台湾业主特别多 你知道香港我们最想做业主的 每个人都想上楼的 但是业主呢 做到业主的比例 其实只有53% 约53%到54%左右 OK? 当然有些大 叫李嘉诚、郁余同 还有些小 只有一间200尺 Anyway 那%仅仅过了一半 其实仅仅过了很多矛盾出现 不过不是今晚去说 原来台湾 做业主的比例是八成多的 是很厉害的 第二个问题 原来台湾有车阶级特别多 原来香港每一千人 只有77架私家车 台湾每一千人有322架 而台湾在2300万人口里面 竟然有2100万架 他们叫机车、电单车 还有私家车 私家车有800万架 在我们香港人眼中 台湾真的挺好的 又有房子又有车 你想怎样呢? 台湾的人是不是这么厉害呢? 我可能说一下房子 然后留下车给业博士说 为什么我说房子 因为刚才也说过 我太太其实往年搬去台湾 住了一年多两年 我们也有租房子 台湾的业主比率高 但是问题是 我相信里面你看到的数字 就要小心一点 例如在台北的情况又如何呢? 或者我相信新一代的 我相信要买房子的困难也挺高 甚至可能我怀疑是比台北更加困难 因为我自己看到 例如我住在台湾中山区 也挺旺的地区 那里有些楼价都说到 三百万港元左右 等于香港的新介楼 但是问题是 台湾的人工在香港差一大截 我认识的很多 台湾年轻一点的朋友 都是住在家 台湾人也少一些租房子 但是变回来 他们要自己去买房子 我想就有点难度了 但是这是台北市的情况 你离开台北之后 就应该很容易 你看譬如在高雄 甚至你去到台南 甚至在比较没有那么先进的地方 那些楼价格便宜一便宜 都可以买 其实你在香港 任何一个有层楼买 距离去台湾 基本上可以买层大屋 哦就是大屋 分化很严重 但是它也出现很多 先进国家的问题 就是你所有的配套 产业工作机会 都在台北 譬如如果你是退休人士 你在香港买一层楼 成千万搬过台湾 退休等死 那当然好 但是问题是怎么损值呢 你在台北以外 人工又低 机会又少 这是一个困境 但是住就一般来说 不成问题 现在台湾的居住面积 都比香港大很多 我想没什么地方 比香港小了 我看两岸四地以香港是最劫 最逼劫 都不用这么说了 越住越小 是的 那车呢 房子就说除去台北之外 就是 容易买的 就是容易买的 人是不流行租房子的 以我所提不到的 好 那车呢 人人有什么 车多 电单车多 或者机车多 都是 我自己觉得是公共交通 发展的不好的原因 听到台湾的朋友说 台北市高雄市 有所谓的地铁 我们叫做捷远 是吧 台中市 现在是第二大的城市 公共交通 十几年都没有起床 所以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还有台湾买一架电单车 其实是很贵的 几万元的心态 买一架车也不错 水也不错 可以到街上 还有你停车 很容易停的 不像香港 你买一架车 可能三四十万 买一架车 车为几百万 是 三百万 不过你问台湾人 你问台北市的人 需要不需要真的买一架车呢 他也不需要 因为高通很方便 但其他原始 比如说中南部 真的需要一架车 没有车的话 真的很辛苦 还有这些所谓的巴士 其实香港是五分钟一半 台湾是十五分钟 还是十分钟一半 有点像是飞车 很不方便 即是不可靠 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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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不可靠 看出我们是港产 看出你 不可靠 公道 我去深圳乘地铁 都有人让个位置给我 香港也没有 可能 都有 也有 那天的状态 并不是很好 有人讓給我 無論如何,要再說 好了,我們談了整個小時就說了 台灣,我就說一潭死水了 如果你有機會,例如李星陽 你見到蔡英文 或者見到習近平 習近平 你有甚麼可以上書 你走這條路吧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台灣是有一個基礎的 儘管它現在,譬如說 我剛才說入口車多了,多人買 其中一個原因是 它根本地生產的車 是比不上入口車的 很多東西 第一,它進入了世貿之後 關稅跌了 第二,安倍經濟學 就將日元貶值 日本貨就是便宜了 兩個有因 而且台灣生產汽車的工廠 規模不夠大 economy of scale 是沒有辦法跟日本砌 以及 economy of scale 牽涉於 將款式更新 你是生產一萬架 日本人出十萬架 濕濕碎 它可以隨時改模 它不會虧本 但是有這些基礎 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美國的成功級 成功級那個 叫做 巡防艦飛機 官藍 給台灣做 給白銀拳台灣做 它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它經過一套戰鬥機 它是可以做出來的 戰鬥力是多少 我不知道 它有這個基礎 它現在是否 它還可以怎麼走 如果你看到它 你怎麼說 都挺長篇 我先說一說 想到三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我想它其中一件事 我想少些人說的 加稅 加這個 特別是加這個 有錢人的稅 企業稅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我幾看到 其實台灣的問題 是權貴 那些有錢人 就太過富貴了 反過來 新一代的 沒什麼機會去上流 政府的財政實力 又不是很好 現在 譬如說 那些年金 可能都未必負貪 台灣的福利 加上也挺好 那些健保 也不知道會不會爆破 是啊 台灣醫療挺好的 對 台灣醫療挺好的 變成一個問題 我覺得它應該去 怎麼說 劫富製貧是需要的 不過這件事 就很有爭議的 本來我自己是一個 比較自由派 但是 貧富懸說 是一個問題 那些社會主義 那些社會主義 所以我不是一個極佑 我又不是獅子山 但是 我也是比較自由派 另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我們 本來 譬如你歐洲 也想 香港也想 但是經常想 加稅 那些有錢人會不會離開 那些公司會不會外流 那些公司會不會外流 其實很多人都怕這些 但是我覺得 未必會這麼容易 你想想 那些人 或者那些公司 一直留在台灣 有它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是 有得想的 然後拿些稅 去提高最低工資 也好 沒有什麼都好 那些好像說起來 好像比較左一點 和我平時的形象 不是很相同 但是台灣的情況 我覺得比較極端一點 第二樣 我會希望 其實它 搞好一些教育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 都是一般 其實出了一個問題 也挺大的 台灣 大家也知道 台灣現在大學入學率 以我所知 好像超過100% 很厲害 怎麼會超過100% 超過100% 超過100% 因為有些沒有人 台灣是大學多 學位多於人 變成一個問題 但是其實你 不是你 讀完大學就有用 你要監大學 本身有效才行 我覺得這個 大鑊飯的主意 就不太好 就是希望想想 如何搞一些教育 我想台灣 整體的教育 那個水平 在這20年 可能都是不進則退 你看大學的排名 一直都在下跌 反過來 你教育做不好 你的新一代 其實沒有什麼競爭力 我想這是一個問題 我的朋友 在看的節目 反應很快 告訴你 他說現在台灣 很想抽稅 台灣政府想逼科技公司 在台灣開分公司 抽營業稅 想到瘋了 曾經逼過Uber 可以的 現在 Facebook 搞不定 但 Facebook很難的 對 唯有 打本地小企業的生意 在Facebook 下廣告 都要打20個 那些就不要 當然是找一些有錢的去打 你是小企業 我在Facebook賣廣告 我都不放 我行 我就要有其他方法賣廣告 不過台灣那些很彈性的 有時 這些時候就變成小企業 扮小企業 還有 這個哥哥就說 阿詹 你知不知道 第一個Android手機 就是HTC 搞出來的 他的基礎不差 加稅 然後 教育 第三個 其實我會希望 不是說 遷到的 但也在其他國家 例如日本 可能把東西搬去大阪 或者南韓 都想把東西搬來首爾 我覺得台灣 很明顯 台北的 一市獨大的問題 是很大的 我覺得他可以慢慢 把政府機關 慢慢搬來台北 你不能把所有東西 集中在一個地方 其他地方那些人 沒有發展機會 譬如你見 其實美國做得很好 他開始慢慢 那些企業總部 都不是全部 紐約 或者什麼 分散一點 會好一點 好 那葉博士呢 你又怎樣看 我挺同意李生的觀察 就是台灣過去20年 面對很大的轉型 的一個階段 政治上面 民主化 經濟上面 產業轉型 社會文化上面 都會有很大的轉變 認同 這些 那如果你問我 看到陳英文 我就會說什麼 我其實一個大人 就是 我覺得經濟 是 雖然我 不是很右排 不過經濟 台灣爭取國際空間 或者台灣怎樣 跟大陸談判 或者怎樣談 其實台灣自己 有沒有這個力量 很重要 這個力量 再加上經濟的能力 嗯 除了經濟以外 譬如說台灣都面對 好像香港一樣 小子化 高年化的挑戰 或者香港的教育 都很重要 所以這點經濟 搞得定 搞得好 還有教育方面 然後執屬要提高 成員來說 這是對台灣來說 最重要的事情 台灣也是一個華人的社會 他叫不叫自己做中國人 就是另外一件事 很喜歡 那些家長叫子女 去讀大學 大學課程 不是公尊課程 不是職業學校 台灣就是現在升格了 很多大學 收生都收不足 是的 因為實務來說 你看得開的話 你讀公尊的那些 你找到工作做你的技術 你可能會更加穩妥 賺到錢 華人社會的通病 我發現不知為何是這樣 有時候要做象 我們叫做象 Artisan Artisan 或者Tracement之類 Artisan那些 你是找到食物 找到食物 其實是的 現在這個年代 你可能會 你大學學讀一些比較抽象的東西 如果你是 你這個人在抽象的東西 沒有什麼興趣 不要緊 你喜歡製蛋糕 就製吧 喜歡製車就製吧 你喜歡鬥木 就鬥吧 還有 我告訴你 你看到一些沙發 有一個技能 我不知道 前晚我看到紀錄片 講盧斯萊斯 那段紀錄片 一個小時 其中一個 不少部分 原來講盧斯萊斯的椅子 那些被子 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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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師傅 那些工匠 似乎是華人 即是不是很有興趣 看不起 看不起 但找到食物 其實在英國 不止一次 我看紀錄片 當然紀錄片 未必看得到全面 但他們在工匠方面 真的有年輕人做 留意 不是阿伯做 我打算做被子的 當然是阿伯在香港 誰是年輕人做 那些年輕人做的 找到食物 所以德國會成功 德國在教育上 德國在理工的教育上 在理工的教育上 去做一些東西 是成功的 當然 那個紀錄片 還加一句 其實也很活該 自從被BMW收購之後 盧斯萊斯就很活該 真是活該 這句話 最後一件事 你看到蔡英文 剛才我問了他 他就說了 你看到蔡英文 你會說些甚麼 華灣的勤調 我覺得經濟是很重要的 但我的意思不是 折攻發展 或者折攻經濟復發 成長 不是這件事 即是社會公平也很重要 或者在香港的教育 也很一樣 譬如台灣最高峰的時候 一百六十多間大專院校 現在就讀一百四十多間 但是也很多 而台灣這四個地方 有一百四十多間 香港也讀八間 馬政府的學校 所以 的確是這方面的教育 的質素是更重要的 不是講解數量 講解質素是很重要的 整體來說 我們都同意 台灣要一個很好的經濟基礎 不過呢 過去二十年 的確是台灣零工的工資 其實是停的 即是二十年之前 和現在其實 導生不一聲的零工是一樣的 這些都是查英文用 面對一個很重要的 經濟發展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關鍵的是經濟 剛才的數字有趣 香港七百萬人 八間大學 台灣兩千多萬人 即是三四倍左右 應該是三十多間 三十多間 現世那麼多大學 還有那些其實 在浪費社會資源 即是得罪 還有現在很多學校 收不到學生 收不到學生 收六生呢 六生 大陸 浪費社會資源 就像澳門一樣 現在因為兩人關係的原因 所以現在很多學生 都未必選擇台灣讀書 其實話都話說 有一點影響到這方面 不過香港不止八間 加起來也沒有台灣 也是 即是你計算人口比例 台灣是香港的十幾倍 是的 二千三百萬 但二千三百萬是走得很慢的 走得很慢的 那個數量 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都說 二千三百萬 現在也是二千三百萬 香港其實也是一樣的 不過有新移民 沒錯 最後一天 今年年尾 就是九後一選舉 你覺得形勢會不會大變呢 還是國民黨 都沒有機會翻生 你先說 我現在看不到 的確現在民進黨 遇到很多挑戰 譬如說 教育的挑戰 經濟的挑戰 兩人關係 或者國際外交的挑戰 但我現在看不到 國民黨 就是現在的反對黨 可以有很強力 或者很有能力的 這個候選人 可以挑戰民進黨 這麼說 我不是說民進黨好 在國民黨 沒有一些中生大 的候選人出來 這個現在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有些事 選舉很難說 你逃避 哪個政黨 不代表你支持他 可能你只不過 比較不爭他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台灣 從九六年 第一次總統選舉 之後的一些選舉 通常 一般來說 台灣人是很特別的 通常會給這些總統 或者是給一些原市長 給他兩個選舉 很少一個選舉 很少一個選舉 不給他做 至少多數年任 最少都做兩人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大家 有一個觀察期 或者是 待會兒 在什麼情況發生 你這樣說 你這樣的推算 就是說 民進黨的佔 的優勢 將會繼續 我覺得也會 因為他做得很好 因為國民黨 未必會有 中國的挑戰 他的能選 香港有部分人 就會這樣看 剛才你提到 台中建過什麼地鐵 十幾年 一定考不到 我也要駐台中 你駐台中 你知道 台灣很多事情 他有些事情做不到 就因為民主 爭得太厲害 政黨利益 政黨之間的鬥爭 鬥得太厲害 是沒有辦法做到 有些事情拆不了 你拆不了 就是蓋不了 但是台灣人 會覺得 很普通 也是這樣 你又怎麼看 而不是普通 就是說 大家市場說 台灣有民主 華人社會 第一個民主的社會 但是質量 還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 比如說 香港地鐵 可能是整體 台灣經濟的表現不好 那它可以 在地鐵的預算 就有限 所以它拖得慢一點 加上中間選舉 或者是不同政黨的市場出來做 那可能它的政策又不同 話多話少 都是拖慢了整個工程的進度 我覺得是這樣 而台灣人 是會推薦 保留自己的特色和自由 多於服從政府的計劃 我覺得是這樣 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也會覺得是 因為它想發展經濟 但是台灣人會重視自己的自由 會更多 所以我們看到 台灣有些房子很舊 即是 即是 人們的抵抗力 很強 我是這樣 怎麼我不搬 所以什麼 你怎麼看 還有我想 你一個兩個的取捨 到處都會爭取這件事 可能民主就多爭爭 拖慢發展 但是你很明顯 在很多地方 我想台灣也是 即是你那件事 開了頭 你很難回頭 難道回到以前的 專權年代 至少新一代一定不會制 所以我想在兩個矛盾之間 它們都會傾向為 寧願去接受這些爭拗 不是走回頭 我自己覺得 剛才回應你的問題 即是你講選舉 我都覺得民進黨 氣勢未盡 應該可以繼續玩下去 即是 都跟剛才博士講的 差不多民進黨的民望 都是低的 都是做得差的 即是說的時候 其實上台的事情 都是搞到一塌糊塗 但又未去到一個大家 天勞人願要換走他的地步 所以我會看得到 其實今次的 9月1選 我相信大家的態度 會很冷淡 我猜的投票 應該會很低 大家覺得 是不好的 難道會選國民黨嗎 所以我想會是差不多 剛才你之前 再問一個問題 也要補答一下 如果看到習近平說什麼 如果說台灣問題上 反而覺得習近平 反過來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不要做那麼多 無謂的動作 其實你見到民進黨執政之後 其實都不太得民心 反而反過來 如果你台灣大選 到你選總統那時候 之前 大陸有什麼動作 反而人們會激起了 對民進黨的支持 最好就不要理他 任由他自己搞和 怎樣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看到習近平 你又會給你什麼 進言 作為一個台灣人 在香港生活 我希望他尊重台灣人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尊重台灣人的生活方式 因為很難回到30年前 所謂威權的時期 或者很難我們已經選總統 從1996年李登輝選到現在20年 現在有選舉委員會 在裡面來 我覺得很難想像得到 除非你是用一些 暴力的方式 來這樣做 雖然現在台灣 特別是年輕一代 支持統一或者 跟自己中國人的比例 是很少很少的 不夠500% 不是 我看到這些影片 說拿著五星旗 在那裡發來發去 但是台灣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大家有言論自由 你可以在台北街頭 看到五星紅旗 沒有問題 打一句都說你有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金句 對 所以我覺得尊重台灣民眾的生活方式 以及多些交流 我覺得時間是一個很好 拉近距離的工具 需要給台灣 或者給大陸民眾社會的時間 你敢這樣來 我覺得我看不到一個 都是用一些和平的方式 我覺得是好一點的 好過 不是搞幾次演習 我自己都希望這樣 因為我自己的家人朋友 肯定都是台灣 我都不希望兩眼三地 或者兩眼關係 有些不好的情況發生 四地 加上澳門 澳門 四地 忘記了 好 多謝兩位上來 講出了非常精闢的 關於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生活 以及解答了小弟 關於台灣的話 台灣真的是人人有車有樓 大哥 是不是真的很好環境 這些問題 台灣的事情 將來還會討論過 不過今晚先討論 多謝 李星陽 多謝 多謝 葉福浩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 一顆星 怎麼可以成為一個星座 一件單獨的事件 怎麼會引起我們的興趣 世事 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顆星 串連起來 才可以變成一個 有意義 有思考 有想像的星座 還有思考背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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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多謝 多謝